下一題就是剛剛跟你講過,那個空間要夠大才會聽得到回音 四大附中考題 回聲跟原聲如果間隔在0.1秒以下,就不容易聽到回聲 那如果聲數340,別人可能不見得告訴你聲數 告訴你說氣溫是15度C,你要計算算340 請問你禮堂要超過多少公尺,回聲會比較明顯 好,根據速度公式,速度就是距離去處理時間 所以時間就是距離處理速度 那麼回聲要去一趟又回來一趟 所以有過去的距離要再這樣回來的距離 現在就是我們整個禮堂前長度的兩倍 兩倍,如果禮堂叫2S 然後呢我們的S呢,我們的距離去處理時間 所以上海市最少要0.1,所以要比0.1大 然後呢就開始去移向 減來減去又17公尺 所以表示呢,我們要超過17公尺,回聲才會比較明顯 要超過17公尺,回聲才會比較明顯 然後下一題 下一題就是那個最簡單最基本的會考會考的程度的題目 阿醫生聽回音距離有多遠 到目前為止,連考程度的考試,考回聲就只有這個程度而已 就只有這個程度而已 八箱100克的聲波,兩秒鐘收到回音,則海底深度有幾公尺 好,多少 多少 你問過了 我們要找一位美女了吧 應該要找美女 蛤? 應該要找女生吧 男生 男生嗎?為什麼 好啦,男生29 29 29 幾粒 五 四三二 一 再見 沒聽到 B 沒聽到 B也是錯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聯考會考程度會合的考試 我們速度公式是距離去除以時間 所以呢 距離就是速度去乘以時間 然後呢 所以總共走了兩秒 所以一千五乘二叫三千 可是這個三千是什麼? 去然後怎樣? 回來 所以它是我要的東西的幾倍? 兩倍 它是去回兩倍 所以要除以二 所以答案就只有一千五 這邊有個小問題 這裡要不要除以二 要看題目怎麼出 就是待會我會講解的 要注意 時間是誰用掉的 路是誰走的 很多題目都要記得要除以二 可是不是每一題 你們的毛病就是 一開始忘記除以二 然後上當幾日之後 每次通通都除以二 你不該除也除 不對 要看題目怎麼出 要看題目怎麼出 要看題目的意思 所以搞懂題目的意思 所以搞懂題目的意思 弄清楚你在算什麼 你才知道你該不該除以二 這題是要除以二的 剛剛講過了 目前為止 聯考程度 會考程度 考C的版本 就只有考到這個程度而已 R一聲 R一聲 兩秒聽回音 距離有多遠 3秒 4秒 0.5秒 隨便 R一聲聽回音 距離有多遠 這個是最簡單最基本的提醒 請你一定要會 聽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